昨天安不安全写了一篇提文,解放生的训练伤亡不可避免的文章,引发了诸位的很多讨论招链接在下面,大多数网友对平时多流汗,暂时少流血的观点是赞同的,也有网友表达了,要是你家儿子去搭兵,你就不会这么说了这样的公典。 安不安全接受每一位网友的观点,但安不安全还是认为,中国的军事底盘要想靠得住,在切实提高战斗力的过程中,训练伤亡无法避免。 这篇文章还是谈一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训练的问题,随着实战化的要求,各个部队的训练强度都有很大提升,原来强度高的,更高了,低了也变高了, 训练科目的难度也明显增加,新增的战斗八功率等科目给官兵带来更大的考验,也让官兵的军事素质得到强化。 在如火如荼的实战强军氛围中,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训练热情空前高涨,按不安全说一句不应景的话,训练归训练,但请不要让官兵的后半生在伤病中度过,训练一定要讲规律,科学主训, 不能盲目上强度,过分追求官兵训练量的突破,按不安全的确强调,部队训练,要尽可能贴近实战,而且训练中出现伤亡是大概算事件, 但因为训练的不科学导致的官兵为战斗警员,是要坚持避免的。 这也是部队指挥官对所属官兵的不负责任,要知道当挂兵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时, 官兵是带着那股子精气勺在拼,在那个时间段里,大多数挂兵对自己身体给出的不是警告往往是忽略的, 能感觉到不是的也会坚持住,忍着完成训练,这种情况一天两天还好, 但要是一年两年,三年四年,部分官兵身体出现难以恢复的身体损伤的情况就会增多, 给官兵之后的服役期,乃至退伍后的生活带来不变,很多官兵当时练得看似很好, 但最开始的动作就是错误的,而且一直没有人纠正,最后长期大运动量的训练, 会让这些官兵的身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,就在部队里是有很多例子的, 所以,在从实战化训练出发的背景下,各个部队的指挥官,也要切实注意官兵的身体情况, 科学训练,加强专强知识的配信,极高军医,护理的水平,不要让官兵的拼命付出, 官兵训练最后,却给自己留下一身难以恢复的伤病, 要在科学主训的前提下,争温夺鸟的剧烈,打造出一支上对手违剧的军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